意思 警队规矩 这几个亲属试案 都要利益申报 避险碎死 我只会不是为了我 既然你这些没有这么准 跟哪一个部门局局 都没有关系 这一点的公众能力 我客户认为 你应该加上主席会的权利 这一次的逮捕是针对 我们的通顺路 这一次的逮捕是针对我们的通顺路 这一次恐怖时机 李文毕副处长 我以公众利益及安局条例 别跟我分党分配 别以为保安局法律会怕你 不行 你是不是想夺权 你跟我不要吗 眼前争锋相对的二人 一个是警务处管理副处长刘洁辉 文官出身的他 甚得保安局及行政会议成员弃种 被传媒看成最有可能成为乡岛回归后 最年轻的警务处长 另一个是警务处行动副处长李文斌 作为警队鹰派人物 警队内部及前线员工 均是他为下任处长秩序 而导致两位大佬发生如此激烈碰撞 是一起名为韩战的行动 就在不久前 香港刚刚经历了台风珊瑚过境 为了维持秩序 警队派出警员开始巡查 不料原本平静的街道上 竟然发生一起爆炸案件 造成行人出现大量伤亡 与此同时 警队报案中心接到一起匿名电话 一辆冲锋车在新界南出了事情 五名警员连同整车装备都凭空消失 劫匪更是嚣张地打来电话索要赎金 现在不只是冲锋车 连五名警员的手提电话都断了线 在这个科技与狠活的年代 想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事件惊动了警队 适逢警队一哥外访未归 李文斌便通知警队高层连夜开会 由于爆炸案和冲锋车失踪案时间就近 李文斌定性这不是突发事件 于是在23分钟之前 启动了紧急应变机制 香港全面进入一级戒备 从刘洁辉的表情不难看出 李文斌做决定并没有和他商量过 甚至没有跟所有的管理层商量 这种独断专行不符合现行规定 不光没商量 接下来 李文斌继续问责刘洁辉阵营的杜文 最新通讯系统的冲锋车信号 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切断 杜文很明显慌了 下意识看向自己老大刘洁辉 医生 既然监管署和电脑部主管都不在 不如让我来说 我问的是科技上的事情 你回答了点吗 见老大背对 杜文也不好意思坐以待毙 只能硬着头皮回答 他知道以现在的科技 歹徒只能拦截一个频道 而除了他们部门 没人知道警队用什么频道 只需要查一下广管局 看看出事的时候 新建南哪个电视和收音机受到干扰 就可以找出冲锋车出事的位置 表面上李文斌在指责度 实际矛头都指向刘洁辉 因为五一四千多万引进最先进的监控系统 是刘洁辉上任后的举措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这个锅必须刘洁辉来背 我现在就可以为大家做不理 可能性只有两个 一 警队有内奸 二 对这个系统传上很大的漏洞 阿杜 你的部门要负责 不 继续 旷之力告诉众人 冲锋车这次是整装出动 车内共有五名警员 而其中一名 就是李文斌的儿子李家俊 听闻此话 众人似乎明白了什么 李文斌将此事定为一次恐怖袭击 准备亲自介入指挥 将行动代号定为韩战 丝毫没将同级别的刘洁辉放在眼里 等众人离开后 杜文向刘洁辉汇报了重要信息 警员的对讲机能监听和定位 属于高级机密 对方连对讲机的无线电也能阻隔掉 说明对通讯系统非常了解 而这也说明了警队高层一定有内部 甚至制造这套系统的人都有问题 听闻这些后 刘洁辉非常头疼 毕竟批准拨款建设新通讯系统的是他 另一边 李文斌通过情报得知 被挟持的警员藏在一艘船长里 于是立即带人前往营救 不料这里只是一个走私窝点 一切都是歹徒故意布置的 就是为了挑战香港警队的权威 李文斌的贸然行动让刘洁辉非常不满 毕竟这样做只会打乱部署 稍不留神还会造成伤亡 可能真的说这边出了事 出事的是这个行动的好 是的 韩战行动的电影英文名是Code War 正确的翻译其实是冷战 赤裸裸的隐喻 刘洁辉明白 韩战行动其实就是有意针对他的 为了不让自己陷入被毒 也为了警队的安全 刘洁辉打算先下守围墙 针对李文斌的行为弹劾其乐权 于是他先找到了保安局的上司陆明华 保安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下属决策局之一 负责确保香港继续成为亚洲最安全的城市 警务处便是其下属机构 这个部门对警队有着管理权 我有理由上进阶级截止时间 跟李文斌辉资计有关 我想看看他在行政会议里的品格评估 以及被军审查案 一个钟头内给你一份副本 谢谢你 陆明华的这一举动透露了一个意思 表明他们是站在刘洁辉这边的 有了大头目的支持后 刘洁辉回到警队 开始拉拢李文斌手下邝之力 他将陆明华来过的消息透露给邝之力 让他明白这种时候要站好队伍 陆先生很器重 你们之间应该有个协议 是 我可以知道吗 不过不信心在人 见刘洁辉拒绝自己 邝之力并未多说什么 让刘洁辉自己找李文斌谈 毕竟想让他站队 又不愿意拿出实力证明 这怎么可以 说吧转身离去 就在此时 手下徐永基拿来歹徒邮寄的录像 一辆程庞车会停车 加上车上的装备 才知多少年 我已经没时间了 今天三点前 我会再理论你 看完录像后 梁子薇建议刘洁辉将录像交给李文斌 毕竟涉及到他的儿子李家俊 而且现在韩战行动还是李文斌负责 刘洁辉听后也觉得在理 李文斌在收到录像后 立刻调集人员开始计算 将最坏的打算都加进去 总共下来是九千三百万 五个警员 为什么这么贵 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 我假设他们误会已经寻知 就在警队计算期间 歹徒将车长黄强仍在警队门口 刘洁辉意识到 这是歹徒在公然挑战他们的底线 特别是挑战李文斌的底线 经此一事后 李文斌再次召开会议 开始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香港进入二级戒备 取消警员的休假 要拿出三分之二的力量 执行营救行动 邝智力将一切听在耳中 他知道上司已经跃拳了 于是他带人找到刘洁辉 同意了站在他这边 我是基于法理上的考虑 如果让我知道 你是存心真我上司的 我会加倍奉法 我不会让你希望 得到邝智力的支持后 刘洁辉便带人开始逼宫